陈霸仙家世韩威 早年做过长城县下若礼的礼司 长城县属吴兴郡是他的故乡 他的祖先在西季末年从颖川郡迁到长城来 已经两百多年了 继底司之后他做过尤库利传令 这都是当时士大夫瞧不起的低下的励志 五四九年梁武帝在台城厄色的时候 陈霸仙正做史兴郡太守 便在史兴起兵声讨侯景 551年排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的阻挠之后 他率领军队到达县江西九江市 和讨伐侯景的九力军王僧便会师 第二年打败了侯景 他奉令镇守建康附近的重镇金口 陈霸仙从五四九年起兵声讨侯景 到557年做皇帝 前后不过九年 这九年当中南朝统治者内部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变化 侯景之乱 梁朝长江以北的土地 被西魏北齐占有了 长江以南到处都是割据的势力 552年 梁元帝萧毅在江陵称帝的时候 听从他的号令的地方不过千里 梁朝管辖的迷糊不满三万 西魏北齐时时在等待机会向南扩张 梁朝的割据势力又都想依靠他们做外援 来消灭对方 不惜对他们卑躬屈膝 554年 萧查勾结西魏杀了他的叔父梁元帝萧毅 在西魏联邑之下 成立了一个江陵傀儡政权后梁 萧查向西魏北周称臣 苟延残喘了32年 梁元帝死了 镇守健康的大臣王僧便 和在京口的陈霸仙把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 接到建康来立为皇帝 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汉族政权 西魏的力量扩充到了南方 北齐也不甘示弱 想在江南搞一个同样的傀儡 寒山之败背负的梁武帝的侄二萧约明 这时便被北齐利用 捧出来立为梁朝皇帝 北齐派兵把萧约明送到长江北 要王僧便接他回建康 王僧便这个人反复无常 在北齐的威逼利诱下 萧约明被迎回建康做了皇帝 王僧便这种行为是很不得人心的 当他迎立萧约明的时候 陈霸仙从京口屡次派人和他争论 反对他向北齐居服 彼时北齐军政大卷 掌握在鲜卑族的统治者手里 对南方汉族来说 向北齐屈膝 就是向鲜卑贵族屈服 在这个问题上 陈霸仙和王僧便的立场是不同的 同年九月 陈霸仙与徐度 侯安都 周文玉 等袭杀王僧便 废处萧约明 拥立萧方志为帝 改袁绍泰 视为梁靖帝 陈霸仙任上书令 都督中外驻军士 车骑将军 领阳 南徐 二周刺史 陈霸仙掌握了南朝梁的实权 王僧便死后 他的党与杜刊 占据无心 王僧志占据无惧 任曰和徐四辉兄弟 占据健康附近的地方 反对陈霸仙 北齐也从长江北岸出兵 在任曰徐四辉接应下 从彩石渡江 占领健康的军事要地石道城 对垒的双方 以兵力来说 陈霸仙是弱小的 但在政治上 陈霸仙抵抗北齐 却得到民众支持 江北民众受不了北齐的压锥 当陈霸仙从广陵撤回京口时 跟着他难度的便有一万多人 北齐兵过江之后 先在秦淮水南打了一个败仗 后来又被包围在石头城里 北齐被迫向梁朝求和 条件是必须送来人质 整个健康 这几年打仗就没有停过 几乎山穷水尽 文武百官一看到和平的曙光 纷纷跑到陈霸仙面前说 千万不能再打 我们撑不住了 你把侄子陈坦朗送到北齐 躲过暂时的困难 将来总有机会 陈霸仙唯一的儿子陈昌 和侄子陈虚 当初被萧毅当作人质 扣在江岭 现在已被掳到了西位 在江南 陈霸仙剩下两个侄子 陈京和陈坦朗 那时健康的防守力量 还很薄弱 粮食和供应也有困难 陈霸仙说 我也不是心疼陈坦朗 只是北方人从来不讲信誉 现在你们都想和平 我没有办法 只有少数服从多数 如果齐军再来侵犯 你们到时可要跟着我拼死一战呀 随后他把侄子陈坦朗 以及勇家王萧庄等人 送往北极 双方议和 合议定节还不到三个月 北极果然发兵十万 进攻粮朝 这三个月时间对北极并没有什么好处 杜坎在无形的叛乱被削平了 王僧智也只剩下一条 投奔敌人的可耻道路 强加在梁朝民众身上的战争 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北极的假和平阴谋 被进攻的事实揭穿了 战争在健康近交 剧烈的进行着 梁朝民众 听说陈霸仙军队粮食困难 就用荷叶包饭加了鸭肉 去慰劳军队 北极军十万 被打得七零八落 逃回江北的不过二三万 带兵的将帅 自小鬼以下几乎全部被俘 徐慈辉兄弟被打死了 消防制在位期间受陈霸仙控制 557年8月 梁朝提升丞相陈霸仙为太傅 加次黄越梳理 9月初五 又提升为相国总领朝政 封为陈公 备九夕 陈国设置百官 10月初三 梁朝给陈公陈霸仙 晋绝为王 557年10月 消防制善未给陈霸仙 南梁灭亡 陈霸仙称帝改元永定 国号称 视为陈武帝 梁朝自502年开始 557年结束 共计56年 陈霸仙急不可耐 加速度地完成了这一老套仪式 因为岁月不等人 他已经55岁了 未究后患 第二年陈霸仙派人处死 已被贬为江英王的消防制 消防制才16岁 一看士兵进来 绕着床逃跑 边走边哭 我就不愿意叨皇帝 陈霸仙硬要我做 现在又要杀我 士兵们追了上去 乱刀砍死他 陈霸仙虽然称帝 但南方之地破碎 接手的是个烂摊子 在历史上 以皇室之姓为朝代名的 唯有南朝的陈邑家 如此特别 其中必有缘故 陈书《士祖记》记载 天家三年正月 士祖来到京城的南郊 祭拜胡宫 其规格与祭祀天地相当 士祖就是陈文帝 他为何要亲自 在南郊隆重的祭祀胡宫 并在本帝上 郑重其事地记载 胡宫又是谁 对此南宋学者胡三省说道 胡宫就是西州始封于陈帝的 贵族胡宫们 其后人中有以封帝为姓氏的 后来陈朝皇室本姓胡 而不姓陈 他们是西州时期胡宫的后裔 陈文帝之所以祭祀胡宫 是因为把他当作陈朝皇帝的始祖 始祖佩天 是合乎理智的 而陈氏将自己看作是胡姓后代 当然可以将胡宫的封帝陈 作为朝代之名 这符合中国朝代命名的惯例 其实除了陈文帝的那次祭祀胡宫外 在陈霸仙登基之前 不到一个月 他被封为陈公的一份诏书中 就含含糊糊地说出了 陈霸仙被封为陈公的理由 影射他其实是一千多年前 胡宫的后裔 如此大费周章 与陈霸仙的卑微出身有关 在南北朝 门阀政治盛行 如此韩人出身的陈霸仙 很被那些世家大族打心底里瞧不起 为此他在称帝前夕 不得不由御用文人们煞费苦心地 编造出这么一段 陈出胡姓的家族史来 关于陈霸仙家世起自胡宫 他自称是影川陈氏的后裔 更准确地说是东汉太丘长陈氏的后代 而影川陈氏可以说是正宗的胡宫之后 至少在家谱中是这么说的 陈文帝于564年追封陈氏为康乐侯 陈宣帝于569年又封这位老祖先为影川侯 陈霸仙在559年死去 做皇帝的时间实际上不满三年 也有许多没有完成的事 在他继承者陈文帝陈妾 陈宣帝陈虚手上完成了 侯景乱之后的地方割据势力 当陈霸仙在世的时候还是很跋扈的 首先是盘踞在乡州影州的王林 这个王林既勾结北齐又勾结北州 陈文帝消灭了王林的割据势力 王林逃到北齐去了 割据现在江西一部分地方的熊坛朗周迪 割据现在福建一部分地方的陈宝印 割据现在浙江一部分地方的刘毅 也先后被陈文帝铲除 其他一些割据地方的豪强 也次第对陈朝表示了归顺 陈宣帝时北齐灭亡 陈朝疆域曾经一度恢复到长江以北 淮河以南 但不久失去淮南 始终局促在长江以南 现在宜昌以东的地方 南朝四个王朝 陈的统治区域最小 陈宣帝的儿子后主陈书宝 是南朝最后一个皇帝 是一个皇营的君主 他在位时 南朝整个统治集团 在豪齿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放纵中 沉溺下去 腐烂下去 589年 隋文帝扬间灭臣 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 不过这位南朝第一英主想不到 此后早遇齐齿大辱 隋朝开荒九年春 五十一万隋军横渡长江 陈朝后主吓得屁滚尿流 选择了投降 隋朝统一了天下 平臣有功的蛇丘县公 王斑秘密召集父亲 王僧变的旧不谦于人相对替起 王斑是南梁太尉王僧变的次子 得知父亲被陈霸仙设计诛杀后 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王斑扶桑三年 依旧不医蔬菜 急搞而卧 念念不忘杀父之仇 隋朝建立后 隋文帝决定平定陈朝 王斑向朝廷进宪灭臣之际 隋文帝大为赞赏 立即召见 王斑说完话仍抽气不已 连隋文帝也不免为之动肉 后隋朝灭了陈国 报仇的机会来了 有人劝王斑说 灭了陈国已经学取 但是您依旧悲伤不已 是不是因为陈霸仙早已死去 您没有亲手杀死他的缘故 请求掘开陈霸仙的坟墓 偷关坟尸 也算是表明了您的孝心 王斑给众人磕头 额头上流淌着鲜血 说陈霸仙是帝王 灵目巨大 倘若倒挖 还没等找到尸体天就亮了 事情办了怎么办 于是王僧变的旧部请求 一起去掘墓 这些人手持秋叉 当意掘了陈霸仙灵目 抛开棺谷 发现陈霸仙的胡须还没有脱落 众人将陈霸仙的尸体 拖出来焚烧 取其骨灰投入水中 众人引之 王斑自知罪孽深重 于是令手下把自己捆绑起来 向晋王杨广请罪 晋王杨广如实向隋文帝汇报 隋文帝杨经说 朕以大义平定陈朝 王斑的所作所为 也是效益之道 朕怎么能忍心扎罪于他呢 隋文帝不再追究此事 有私平义战功的时候 建议晋升王斑为祝国 次物五千段 王斑坚持不受说 陈是借着大隋的威名 得以一血加持 本来是寻思 并不是为了大隋 如今受刺风涨 臣不敢到 隋文帝不再坚持 于是任命王斑为戴州刺史 不久转任齐州刺史 后并是于任内 享年52岁 隋书将王斑 列入《笑意列传》中 足可见后世史家 对王斑复仇行动的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